这个事吧也挺无语 今天早上吧 我一醒 我一看 这个微信啊 我某个同学群里可就炸锅了 为什么炸锅了呢 有一个同学呢被诈骗了啊 一个女生吧 然后呢就好像是反正损失了几十万 就是也不至于说去上吊 是吧 反正也就是卖个半套房子吧 反正这钱吧 也就当买个教训吧 然后大家都在群里 劝他呀 安慰他 数着他 我就没吭声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把这个事跟大家说一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女同学啊 本在国内的小学时代就保持非常好的关系啊 其实作为发小 我以前我就劝过他你知道吧 他就问我说这个事能不能投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不能投 我说你别投 这个东西投资有风险 这一看就是骗子 结果人家就把我骂一顿 人家就说我不支持他 我就是那个什么 后来人家就干脆就变成 好我知道了 好吧 你说了不跟你说了 最后就变成这样了 那这次被骗了以后呢 哎 才知道吃亏了 我就琢磨这种心态很有意思啊 就是所谓的这种被骗者的心态 就是我生活中经常能遇到这样的人 就是他明明被人忽悠了 他被人骗了 对吧 人家就是冲着你来的 哎 但是呢自己会脑补出一套东西 自己完成炉内POA 他觉得人家是在救他 他觉得人家是在帮他 他觉得人家能让他赚钱 对吧 哎 比如说人家给你弄个APP 然后你把20万存进去了 人家说哎 每天的返利都能取出来啊 每天的返利是2000块钱 他一取又 肯定是真的呀 但是你取20万试试呢 对不对 这其实之前他就取过啊 好像取过一次 取了5000取出来了 跟我说是真的 然后后来我跟他狡辩的时候 我就说你把你钱全取出来 人家说他不能动 一动这个利益就没了 我说你取出来你试试 他说我就问你这5000取出来没 我就说这骗子手把都差不多啊 我就问你这事真的假的 对不对 是 这事是真的啊 你告诉他的这些东西 他能赚钱 他能取出来 他能反利 都是事实 但是呢 你就是用一种蒙太奇的手段 把这些顺序颠倒了 把这些东西颠倒了 那他就成为了一段 断章取义的事实 从而达到了忽悠别人的目的 对不对 一般都是这样 骗子行骗都是这样 我不是 之前我都跟大家说过吗 对吧 这行骗的最高手段是什么 他不说假话 一般的骗子 我们叫说假话 稍微段数高一点的骗子 我们叫真假参半 最高级别的骗子 他就不说假话 没有一句假话 知道吧 他只是在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点 合适的情况下 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你 他就变成了骗子 而且呢 这种骗术呢 非常高明 为什么呢 你没有办法反驳他 比如说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就反驳他 那你说 人家就会问你 我哪一句话是假的 你告诉我 我哪句话是假的 对 你没有一句话是假的 但是呢 你挑的时机 你的顺序全是错的 人家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这个顺序是错的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居心叵测者 这个话就比较流氓了吧 对不对 大家经常在网上是吧 骂一个人似的说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但是呢 我要是没问题 对吧 我不是一个坏人 那别人就会说 你怎么能证明你自己不是一个坏人 我能证明我是一个好人 但是是一个坏人 我证明不了 你知道吧 而且是你证明一个好人 每个人对好坏的标准不一样 比如说你认为口开是好人 对吧 那可能我认为 是吧 我给灾区捐点钱是好人 或者说有些人 他一边坑着老百姓的钱 他一边给灾区捐钱 那这都是有的呀 对不对 你不能说这个人给灾区捐钱了 他就没有去割韭菜 这人性都是复杂的呀 所有的慈善家背后 都有一部复杂的创业史啊 这你应该明白了呀 对不对 但是我就发现 现在这个社会啊 有些人不明白 其实我很感谢 现在这个视频平台什么的 就是你不上网 你真的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原来 有这么多的 我怎么说 以前我是非常不赞同 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 我现在也不赞同 但是我觉得人的思想上 三六九等肯定是有的 肯定是有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 他从小接受的教育不一样 每个人的智商不一样 每个人的思维不一样 对吧 不然你不要承认 说什么我歧视什么 因为智商一不一样 你可以去测一下 反正我测我的智商 还行吧 反正还行吧 留在人群中 不太容易受骗的那种 所以说 就是我认为 这个局绝对是有区别的 每个人因人各异 对不对 但是你没办法 有的时候你拦不住这事 有的时候你真的拦不住这事 你像我这朋友 大家是发小 我看在这个情分上 我无数次的去警告他 我无数次的跟说他 每次人家都拿这种东西来怼我 每次人家都拿这种东西说我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某老师是坏的 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坏的 我只能告诉你 按照我的经验 他是个骗子 对吧 你要是说让我怎么去说这个事 我说不了 不好意思 我说不了 人家说 那人家干的事跟你一样 都是在美国买房 对 干的事我们都一样 都是在美国买房 对吧 你跟他干的事还都一样 你俩都活着 但是就是人家骗你 不是你骗人家 你俩都呼吸 也是人家骗你 不是你骗人家 对吧 我家在美国有房 那是因为我爸妈 我爸妈傻呗 是吧 就因为当时当年没有选择好 所以说做了这么一个 后悔终身的事实呗 对吧 所以说我经常跟这个朋友说 说不明白 你最后被骗了 最后来找我是吧 最后又问我能不能在美国 因为那个骗子后来跑到美国了 他们说能不能让我帮他把钱追回来 我说这我上哪个你追去 这人说到美国 IP在美国 他就真在美国吗 对不对 这种人一般他不会在美国 也不会在中国 因为美国跟中国 对诈骗的打击都比较严 他都是使用这么一个方式 然后他躲在第三国 什么墨西哥呀 什么东南亚的某国呀 什么香蕉共和国呀 什么非洲 他躲在这地方 你明白吧 他都躲在那些法律不健全的国家 然后躲在这种地方 警察也抓不着他 各种东西也抓不着他 你美国 你一旦锁定这人位置 你就报警就好了 那肯定就抓着了 是吧 你看很多人说 在美国这个那个 你看他在美国他敢不敢犯法 你让他犯个法试试 是吧 犯个法试 你在全网说你干过啥 我打电话报警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人吧 你就没有办法防御他 现在我这个发条也非常后悔啊 让我把他这个经理拿出来说 说只要不点名就行了 我就说吧 就是人吧 你有时候你劝不住 不要老想着做好人 因为有些人他就是那么的 你知道吧 就是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跟他讲任何的道理 知道吧 他只相信他自己的判断 但是你又没办法证实他的判断是错的 因为你证实的东西他不听 你知道吧 就所以说没办法 我们就像看网上那些煽动性很强的那些大师下面的粉丝 或者那些博主下面的粉丝 你基本上都是成这么一种状态 就是我跟你说 怎么分辨一个人骗的 我自己的经验啊 就是你打开这人的评论区 如果一半骂一半夸 或者有骂的有夸的 这人不太可能是骗子 如果90%以上的人成一种癫狂的状态 基本上这人没跑了 那我不说到说 这只是我一个粗浅的生活经验啊 我一个粗浅的生活经验啊 不具有任何的代表性 只是我的看法啊 其实也想通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你不准活着也好 工作也好 上下级也好 是吧 做生意也好 不管干什么也好 你在这些像国外他们这些政客也好 你说白了不就是忽悠吗 不就是聪明人忽悠傻子吗 对不对 你聪明人忽悠傻子 你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 这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有被骗的才有骗人的 那大家要都跟某些不太容易被骗的人一样 不就不行了吗 但是我在实际上生活的准则 如果是吃亏了我自己兜着 但是你不要来劝我 尤其是我不听大众讲道理 因为大众讲道理 我就认为这道理一定是错的 因为绝大多数人是普通人 那么普通人给你的建议呢 一般来说不可能是对的 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的生活的常识 普通人的心可能是出于善意的 但是他的认知极大有可能这个概率是错的 所以说呢 大众劝我的时候 或者朋友们随便来劝我的时候 我是不听的 你怎么经常 比如说弄点投资理财也好 什么你小的一般还润的挺及时 有时候还看的挺准 因为我不听劝 听劝的都死了 我不听劝 我就稍微好一点 但是这个不适用于每一个人 我也就是先帮碰个死耗子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 我只是说今天这个分享给大家 分享出来 大家就是以后要多注意这种事情 但是这个东西我劝也只能劝了 该被骗的其实还是会被骗 该被人割的还是会被割 你怎么劝都没有用 他天生就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经常用格局来讽刺片 但是格局真的能说明一切 好吧 那这一期聊到这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东西的跟大家说 这期聊这 大家拜拜